人类向往星际的浩瀚宇宙已有许多年 在科技的不断进步下 星际旅行和星际移民的梦想 顺逐渐成为现实 但是 但是 你目前人类的科技水平 做得到吗 大家好 我是丁丁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 未来可能实现的星际旅行方式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 好 系好安全带 我们出发咯 人类为了实现星际旅行的梦想 一直都在寻找突破光束限制的方法 不过 物理突破光束也只是天方夜谈 而虫洞和时空扭曲 却被认为是其中潜在的方法之一 虫洞是一种时空的弯曲 它可以将非常遥远的两个点连接在一起 创造出一条捷径 使得旅行距离大大缩短 虫洞的存在是基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 它表明 时空并不是静止不动的 而是可以被物质和能量所改变 根据理论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来创造虫洞 并稳定地操纵它 就可以在不受光束限制的情况下实现超光束的旅行 然而 虫洞的实现并不容易 它需要对宇宙中的强大引力场进行控制 以创造出稳定的通道 科学家们正在研究虫洞的物理特性 并提出了一些理论和模型 以探索虫洞的创造和稳定化可能性 要开启虫洞 所需要的能量目前无法估算 就算人类到达星际文明 也不太可能制造虫洞 而只能利用宇宙中的虫洞来星际旅行 但目前为止 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实验来验证其可行性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引力来进行时空扭曲 与虫洞有点类似 根据相对论理论 质量和能量会扭曲周围的时空结构 而创造出所谓的引力场 通过控制和操纵引力场 人类可以利用它来改变其周围的时空结构 实现超光束的旅行 而这 就是趋力驱动引擎飞船 趋力驱动飞船 是一种基于引力操纵的星际旅行技术 它利用了相对论中的引力场理论 通过控制和操作引力场的变化来弯曲空间 使而推动飞船 不过 这种方法还需要解决引力场的控制和操纵技术 以及能源需求和飞船结构的设计等方面的挑战 另一种可能的实现方式是利用引力波推进系统 引力波赛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一个重要预言 它是由质量和能量的变化所产生的波动 通过利用引力波的传播特性和波动能量 可以在飞船周围创造引力的变化 从而产生推力 引力驱动飞船能达到极高的速度 甚至接近光速 也为长距离星际旅行 提供了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 很可惜 以上的时空扭曲和曲率驱动飞船这两个理论 目前还是天马行空 我们还是吃香蕉算了 以人类目前的技术 最起码也要我们成为三级文明才有可能实现 接下来要说的就比就接近人类几十年内 即将要到达的科技水平 二合聚变技术是实现引力推进的关键 核聚变是一种释放出巨大能量的反应 它模仿了太阳内部的反应过程 通过将氢原子融合成氦原子 核聚变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 并将其用于推动飞船 目前虽然我们人类现在已经能够利用核裂变来发电了 但是这项技术还是不太稳定 更别说核聚变技术的关键要素 如如何保持高温等问题 尽管如此 人类们正致力于研究 它开发核子聚变驱动系统 以实现星际旅行的梦想 要是我们人类飞船的动力源换成核聚变 而且是可以完美的控制的那一种 那么核聚变所产生的强大的能量 就可以带领着我们人类从这太阳系中出去了 而且完全不用担心核聚变没有反应源 因为宇宙中多的是氢原子 那么我们人类有了足够的能源 能不停的在宇宙中飞行了 想要离开太阳系 也要好几十年的时间 我们人类的寿命总共也才几十年而已 所以我们人类就要用到人体休眠技术了 人类休眠技术也被认为 是实现长期星际旅行的一项关键技术 人体休眠可以将宇航员的新陈代谢减至最低 将身体处于低能耗状态 这样一来 宇航员可以在漫长的星际旅程中 降低对食物、水和氧气的需求 从而减轻负荷并延长资源的使用寿命 所以上个几十年 太阳系就在我们的身后了 此外 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安全地实现人体休眠 并开发相应的设备和技术 然而 要实现和聚变飞船和人体休眠技术仍需时日 和聚变飞船是利用现有技术 进行星际旅行的可能方式之一 但它需要漫长的时间来达到目的地 以现有技术和燃料的限制 即使以最高速度 每秒三万公里 也就是光速的百分之十 飞行到达最近的恒星系统 也需要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而人体休眠技术在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挑战和困难 首先 人体休眠对于人类生理机能的影响尚不清楚 需要更多的实验和研究来进行验证 其次 人体休眠的意思也就是将人体冷冻 冷冻和解冻不难 但要在不破坏人体的情况下解冻 目前还做不到 而且人体冬眠需要进行高度复杂的控制和监测 也需要大量的经费和时间投入 至于荷聚变飞船和人体休眠技术 虽然已经有一些初步研究和实验 但要将它们应用于实际星际旅行 仍然需要更多的科学突破和技术进步 不过吗 我还是希望这技术能早点实现 至少让我还活着的时候体验一下呗 有谁不想到美丽的外太空旅行呢 星际移民是人类向往已久的梦想 寻找新的居住地成为了人类探索宇宙的重要目标 为了实现星际移民 人类不断探索宇宙 寻找适合人类居住的行星或卫星 而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 内地行星的发现成为了引人瞩目的突破 内地行星是那些与地球相似的行星 它们具备适宜的温度和大气条件 可能存在液态水和适合生命存在的环境 这些行星的发现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兴趣和研究 目前 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内地行星 其中最著名的 是TRAPEX-1星系中的TRAPEX-1E和TRAPEX-1F TRAPEX-1星系位于距离地球约40光年的位置 它是一个小型红海星周围环绕的七颗行星的系统 而其中的TRAPEX-1E和TRAPEX-1F 被认为具备适宜的温度和大气条件 可能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候选星球 这些行星可能存在液态水 并且它们的轨道位置时的温度适中 有利于生命的存在 然而 星际移民比星际旅行更困难 首先 建立适宜的居住环境是关键的一步 人类需要构建医疗设施 居住设施和所有基础设施 以保护居民免受恶劣的外部环境影响 在陌生的行星上 我们需要解决大气成分 温度 压力等问题 确保居住环境的稳定和舒适 其次 人员供应系统也是星际移民中 不可忽视的挑战之一 在新的星球上 我们需要依靠可持续的能源供应 来满足人类的能源需求 人类也正在探索各种可持续的能源解决方案 太阳能是其中一种被广泛研究和应用的能源形式 在太空中 太阳能可以通过太阳电磁板来不或何利用 此外 还有一些关于还能载星际飞行 核居住中的应用研究 例如 我在第一章提到的 核区变技术的开发 它可以实现高效 可持续的能源供应 但在外太空的环境下 仍然需要创新的能源存储和利用技术 此外 食物生产也是星际移民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在陌生的星球上 我们需要建立可持续的农业系统 以满足人类的食物需求 为了在新的星球上实现食物生产 各国正在研究各种创新的农业技术 垂直农业和室内农业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通过在封闭环境中控制光照 温度 水分等因素来进行植物种植 此外 生物工程也被广泛研究 以开发适应外太空环境的植物和生物生产系统 这些技术旨在提供可持续的食物供应 减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 但是需要长期的研究和实验 以确保食物的安全和充足 除了技术和工程方面的挑战 我们还需要保护新星球的生态系统 并尊重可能存在的外星生命 别误会 我说的外星生命是星球上的原始地等生物 破灰生物之类的 如果是高等智慧生命 你还指望它挥手邀请你搬过来它家一起住吗 你信不信我一巴掌打死你 所以 在进行星际移民时 必须谨慎处理新环境 并避免对原有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如果真的在新的行星上发现了外星生命形势 我们必须以谨慎和尊重的态度对待 人类必须进行严格的研究和伦理考虑 确保我们的探索不会对其他生命体造成伤害 并遵循国际间的外太空探索准则 中上所述 星际移民的前景令人兴奋 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尽管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内地行星 但要实现星际移民 我们需要克服技术 工程和伦理等多各方面的困难 持续的研究 合作和创新将是推动星际移民实现的关键 只有以谨慎和可持续的方式探索宇宙 我们才能为人类在宇宙中寻找新的家园 铺平道路 星际旅行和星际移民不仅仅是科学的壮举 更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通过探索宇宙和建立新的居住地 人类将迈向一个更加宽广的舞台 拓展我们的知识和可能性 这一探索的过程中 我们将引来许多技术和创新的进步 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新的辉煌时代 一方面 星际探索将促使我们开发出 更先进和可持续的生命知识系统 因为在星际旅行和移民过程中 保证宇航员的生存和健康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 人类还能将致力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浪费并保护星际环境的完整性 这些研究不仅对星际移民具有重要意义 还对地球上的生活质量和资源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星际探索也将催生许多其他领域的创新和进步 航天工程 材料科学 通信技术等 都将引来突破和革新 在星际旅行中 长距离通信和数据传输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 我们还能接收到1977年发射的旅行者一号 所传递回来的信息 尽管它已经离地球241公里远了 这是因为旅行者的通讯卫星也在8000兆赫兹范围内传输 在此频率上没有太多干扰 因此 地球上的天线可以使用极其灵敏的放大器 并且仍然能够理解它接收到的微弱信号 然后当地球天线回传给航天器时 它使用极高的功率来确保航天器收到信息 不过 旅行者一号的信号越来越微弱 接收信息也需要超过22小时 不到几年 人类将与旅行者一号完全失联 所以科学家们将选找更快速和可靠的通信技术 以确保与地球的联系和信息传递 除外太空探索还将推动生物医学的进步 研究人员将致力于解决长期太空旅行对航员身体 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颅骨质流失 肌肉退化和孤独感等 以及外太空环境对人类生物体的适应性 通过星际探索 人类将获得更深入的科学理解和洞察力 对宇宙的研究将使我们更加了解星系 行星和宇宙的形成和演化过程 这将有助于拓展我们对宇宙起源 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的认知 此外 星际探索还将促进人类的文化和社会进步 人类将面对不同的文化 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促使我们更加包容和开放 星际社区的建立将鼓励合作和共享资源 推动全球合作和全人类的发展 有利也有弊 星际移民也可能涉及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 如移民权益、资源分配和文化冲突等 较为严重的话 人类可能在心心求上 建立新世界秩序 而当今的法律与人性道德 在那里将成为废子 因此 我们需要中韩考虑科学、伦理和社会因素 制定合适的政策和规范 以保障星际探索的可持续性和人类的发展 总的来说 星际探索不仅仅是科学和技术的壮举 更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的象征 通过星际探索 人类将迎来更多的技术创新、资源、利用和文化交流 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新的辉煌时代 星际移民的前景是不是令你感到兴奋 不过很可惜 以目前的技术 以及人类现在面临的人缘问题 几种种考量因素 这起码还要等个七八十年 到时我们可能都不在了 不过 马斯克说他有信心在2016年把人类撞往火星 也就是三年后 听了感觉又兴奋起来了 所以我们应该在十年后就能星际 结论是 星际探索和移民 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还需要克服技术、工程 人员和伦理等多个方面的困难 不过人类能够抛开一切纷争 空前团结的发展航天科技的话 在不久后的将来 我们还是有机会能够坐在太空间里 享受着望着五彩斑斓的星云 飞出美丽的太阳系 你们对星际旅行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哦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